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說一下Pokemon新作的情報 但對上次新作情報,即是4chan流出的對答 大部分的答案都是錯的 因為在2月尾的時候官方出了一條直播會 發佈了接下來的什麼Pokemon 我想大家都知道最新的將會是Pokemon劍盾 Pokemon劍和Pokemon盾的兩個版本 今次也想分享一下 之前有一個人流出過一些情報 大部分大約有兩點都答對了 我們都看看這個消息是什麼 現在立刻看看 好,就是這個情報 這個應該是4chan內的一個討論區的留言 好,逐個逐個看 我們首先看這裡的日期就是2月21日2019年 那就是比這個直播會早前 即是這個早前的,比較前一點 它好像直播會是2月28日或27日左右 那這個就21日,大約你當是5至6日左右 那這裡就開始了 這個留言就提到 就是Pokemon劍和Pokemon盾 非常清晰 完全中的 那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它的留言就說 地區是英國的 地區是英國那邊 也有機會是 因為大部分的討論區都全是英國 也有說已經是證實了 有些討論區這樣說 我不知道那些討論區是否有獨家消息還是怎樣 我看過也沒有 所以都是 這個也是有待證實 好,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傳說的精靈 就像這個封面神獸 封面神獸將會是一條幹蛇 還有這隻的 馬 這隻的 木馬 木屬性的馬 或者是 好 那這一個其實都是 都是有待的證實 其實都可以說一下這個 蛇呢 其實都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相似的神獸 好像就沒有 不過 鋼和蛇 我就想起大鋼射 這裡 那後面那個馬呢 馬其實都 馬就應該沒有 對了 第三個這個情報都是有待證實 其實這些除了第一 第二個之外 其餘那些都是有待證實 都是等官方去 慢慢告訴大家這些情報是不是 是否熟實 好,第四個 那第四個 這個就會是比較特別的一個留言 這個情報 那第四個就是這個裝甲的進化 裝甲進化 裝甲進化 下面那裡 就有這個裝甲型的噴火龍 裝甲型的超夢夢 裝甲型的這隻叫做 沙漠蜻蜓 沙漠蜻 裝甲型的捷拉奧拉 我忘記是否敢讀 就是那隻黃色的電屬性那隻 電屬性那隻 最後那個我就不清楚這句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是否它的意思就是 裝甲這個進化應用在 應用在神獸島 都可以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這句是什麼意思 對了 那 就來到這裡了 這個情報的消息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裝甲左的Pokemon是怎樣的 我也找過一下是 怎樣的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 好,在這個網站裡面 你會看到這裡有個裝甲型的Pokemon 但是 其實就 其實就 跟正常的Pokemon是相差很遠的 這個是卡比獸 旁邊有一幅圖鑑的照片 這個是卡比獸 看它是非常有型 簡直是它裝了這個鋼系 就很像這個巨金怪之類 很像巨金怪的一個 外形 水箭龜 水箭龜就是裝甲進化 基本上整個身都是變成金屬型 金屬的身軀 噴火龍也是 對翼原本是有血有肉的翼 變成了這個機械翼 奇異花也是 奇異花也是變成一個好像 機械式的奇異花 你會看到兩條邊都已經加了一支夾仔之類的物體 這個的物體 好 這裡也說了鯉魚龍 這些都開始不關事了 下面那隻對 這隻鯉魚龍也是裝甲化了 非常有型 看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其實有型 在於它的鱗片很有層次 好 到這個了 這個就是超夢夢的人形 其實看來都有點像龍珠那些敵人 龍珠那些 敵人 我忘了什麼名字 太久了 好 這裡也有說背背龍 都是 其實如果說裝甲的進化 我想這些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讓你看看什麼裝甲進化 其實我覺得都很像 其實巨金怪 不是 這個卡比獸這裡也挺有型的 因為巨金怪 它的頭 它的手 真的很像巨金怪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只有我一個認為 還是大家都是這樣認為 可以告訴我 我覺得這個裝甲進化 挺有型的 那到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裝甲進化是怎樣 嗯 都是那句 裝甲進化的話 就是類似一個新的進化系統 好像Mega 那樣的 但也不是太特別 因為它也是一算 如果它真的這樣出 都算是一個新的系統 新的進化模式 對這個單打雙打也好 總之對這個對戰的系統 都有一定的影響 有一定的影響 可能你就會變成 那個玩家對這個 另一個進化 有一個 要有一個熟練到熟習到 因為好像Mega進化一樣 會影響它的速度 攻擊防禦的特性都不同 這個就是要留意熟習的地方 都是一個給 一個有難度有深度的地方 這個進化我自己覺得 而我可能覺得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 如果裝甲進化還是比那些神寵 就是可能 很熱門 已經很厲害那些 再用裝甲進化的話 都真的幾 幾屈肌 好像Mega進化 噴火龍 奇耳花 水箭龜 這些都有Mega進化 如果再幫它裝裝甲進化的話 未免好像 壟斷了市場 簡單來說就是變成OU的生態 其實 其實某程度上現在也是 不過現在就再加劇了 再加劇了 如果真的裝甲 預算三家 噴火龍 奇耳花 那三隻東西 那都真的 對其他不公平 而且很大機會 會在下一代的 雙打入面出現 雙打出現 所以 有好有不好 看看官方那裡自己 如何去來頂這個 如何去判斷 哪隻重要裝甲進化 哪隻重不小 但是我相信 噴火龍這些 有都 不算 不意外 因為噴火龍 這些算是一個 大人氣的精靈 大人氣的精靈 看 它肯放Mega 下去噴火龍 其實有放Mega 都是一個 官方想去嘗試 改變它 或者是 叫做什麼呢 強化它 進化系統 好像 有些什麼呢 那隻叫做 糟了 歐雲眼 歐雲眼 差不多 這些基本上都 其實比較少用 差不多 歐雲眼 我不知道 差不多應該比較少用 還有可能就是 嗯 突然間想不到 有哪些Mega 進化 厲害的我想到 嘴咒 蛙蛙 絕炎 螳螂 那些 但廢 不算太厲害的我想不到 其實今次的情報 差不多到這裡 都給大家看另一種 好 那 來了 這裡 好啦 上次我自己在這個直播 看完這個發布的時候 直播都有說 有機會新一代的 新一代的 劍盾裡面的地區 可能是卡洛斯地區 連在一起 或者是有關係 不可以說一定連在一起 但是可能是有關係的 那也有些人就判斷 可能在這裡就是卡洛斯地區 這裡就是卡洛斯地區 但我沒有找到卡洛斯地區的圖 或者我現在可以找回 好啦 那就找回來了 那其實這一幅 我看看就像不像 因為都有人這樣判斷 嗯 等等 那 有些人就是這樣判斷 這一塊呢 就好像對應這邊 應該都是倒轉的 我嘗試倒轉 這個可以倒轉嗎 有啦 倒轉它 好 那我看回 對應這裡 其實也不算太判斷 但也有這個可能 或者是 咦?其實這裡也相似 不過這些牙不相似 看看吧 呃... 其實都... 還是我找這幅不對呢? 或者可能不是上面那裡 可能是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也有機會的 這一部分 就是可能這裡就對應 這裡這樣下去 就是這個可能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倒轉 那就是對應這裡 也有這個可能性的 因為其實都很難說 對啦 因為看到之前 之前在一個宣傳片裡也看到 就是在那個... 主角家裡也有一個火箭爵 這樣的... 一個... 圖案 所以都令人懷疑 會不會有關聯呢?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還有今次都想提 都想說一說 這些運呢 可能就是一些提示 這些運 也都有機會代表 有些新隱藏的地區 隱藏的島嶼 在那裡都... 都不奇的 對啦 或者這些運頂住 也都可能是卡洛斯地區的一個... 地方啦 都可能的 但始終都要等回官方那裡 怎樣去... 就是看官方的發佈 簡單一點就是看官方的發佈 因為現在都是指相談 什麼... 什麼的情報啊 資料啊 證據都沒有的 只有一個講字啦 可以說是只有一個講字 但都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信不信由你 都是那句啦 今次這個情報呢 就先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有其他情報的時候再見 拜拜